材料清单 牛肉600克 草40克 盐8克 进蒸生抽 2汤匙 酱2-3片 葱1克 八角4克 桂皮1块 香叶5片 花椒6粒 茴香10粒 白胡椒粉少许 黄油60克 芝麻适量 鲜牛肉切小四方块 牛肉先用清水煮去血污洗净粒干水分 另烧开一锅水放入牛肉里 八角 龟皮 花椒 茴香 香叶 姜片 葱结集一汤匙生抽 煮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 将肉里捞出一干水分 点去配料 糖汁可以煮面条 将肉里放入保鲜蛋 用擀面罩敲打面加 将碾成片状的肉 绿色成丝状 拌肉碎 糖 咸 黄油 一勺生抽 少许白胡椒粉放入面包机 用筷子搅拌均匀 选择二十二过浆模式工作 一百二十分钟 四十肉松已成型 让口感失眠有较劲 继续启动第二次过浆模式 再结束前四十分钟放入芝麻 继续工作十五分钟取出 此程序可根据肉松量的多少鱼干湿度 调整烘烤时间的长短 成品出炉烙 香酥牛肉松 自己做的就是安全放心 小贴事宜 通常第一个火降程序自动走完 从第二个火降程序 开始根据牛肉松的多少鱼干湿度 调整烘烤时间 直到香酥没止 烘焙过度就会浇糊 辛苦就白费了 喜欢肉丝长的肉力切大点 不要刺太碎 喜欢肉绒的肉力切小方块 撕碎即可 做好的肉松密封保存 尽快食用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订阅本频道